澎湖最大室内棒球练习场 昨天在十拳国小正式落成启用 接牌仪式在热闹的表演之下 由县长赖峰伟、副议长陈双全 议员兰凯元以及全体师生共同见证之下 隆重举行 会中县长赖峰伟表示 十拳国小室内棒球练习场 是本县最大面积的打击球场 采光通风良好 室内球场启用之后 球队可以不畏风雨、烈日 强化球技与站立 培养学生运动兴趣 今天来鼓励大家 就是把运动去找出自己的兴趣 那么不管你是在游泳、棒球、篮球、锤球、木球 或者点点滴滴啊 很多运动都要去找一个你最喜欢的运动 将来陪伴你一生 我想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县长今天鼓励大家的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另外副议长陈双全也特别捐赠三十双小球员球鞋 为小球员们加油打气 期盼大家未来在场上全力争取佳机 为学校争取光荣 所以说我们希望在所有的设施设备完善之下 让我们的同学可以发挥他最好的球技 在这里祝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的运气场可以发挥他最大的优点 让我们同学可以发挥他最大的技术 继续替澎湖花光花亮 争取成绩回来 而根据了解 全澎湖最大的室内棒球场 此资625万 县政府争取交易部补助500万元 现筹125万元 十全国小室内练习场 球场面积约450平方公尺 挑高约15.8米 采用钢筋混泥土地基 PC地面覆盖人工草皮 钢购骨架 具有自然采光 通风 环保节能优点 教育处也表示 专业的室内棒球练习场 可以提高练球效率 包含头补手 内野滚地球 外野收前后左右 抛接判断 内外脚夹挤 接船球 以及体能练习剧念等等 打造全线最大的室内 棒球练习场 更是培育本线 棒球好手的重要游篮 记者王海龙报道